2018年,全球男性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0岁,而女性的平均寿命超过了75岁。 而就在一个世界之前,全球人均寿命甚至不足50岁。 这也就是说,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天的我们能比100年前的人类多活几十年。 面对这样的数据,有些人乐观地觉得,只要医学继续发展下去,人类的平均寿命早晚会达到100岁。 然而,医学专家却提醒我们,死神的阴影从未远去,那把由疾病化成的镰刀仍然高悬在我们头顶,不知何时就会落下。 纵观数千年的历史,死神的镰刀曾经有无数个名字,被结合鼠疫、天花、霍乱。 但如今,这把镰刀的名字叫做癌症。 据统计,仅2018年一年,全球就新增1810万癌症病例, 而死亡人数更是高达960万。 有学者预测,全球五分之一的男性和六分之一的女性一生中会患癌, 而八分之一的男性和十一分之一的女性将死于癌症。 为什么过去很少听说有人死于癌症, 但他现在却变成了人类的头号杀手? 这种可怕的疾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有没有办法降低自己患癌的概率? 癌症真的是不治之症吗? 一旦得了癌症,就只能眼睁睁地等死吗? 在《癌症真相》这本书中,我们将会找到答案。 本书作者李志忠是美国杜克大学的癌症生物学博士, 毕业后加入全球顶级的药企诺华公司, 专门负责研发癌症新药。 从2013年起,李志忠以菠萝为笔名, 在互联网上撰写了大量文章, 对癌症知识进行科普, 因此被人们亲切地誉为科普网红。 在《癌症真相》这本书中, 身为抗癌药物研发一线科学家的李志忠教授, 用通俗易懂又幽默的语言向我们解读癌症的真相。 从科学原理到个人体验, 从历史经验到最新前沿, 李志忠不仅仅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预防和治疗癌症,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我们都能理性地面对重病之王, 看懂癌症,愉快生活。 接下来我会把这本书最核心的内容提炼出来, 并按照作者的行文逻辑, 从以下三个重点来为大家进行详细解读。 第一个重点是认识癌症, 它没你想得那么神秘。 第二个重点是关于癌症, 这些谣言你中招了吗? 第三个重点是为了战胜癌症, 人类做出了哪些努力?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 认识癌症, 它没你想得那么神秘。 什么是癌症呢? 相信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癌症不就是肿瘤吗? 但其实这个答案不完全正确, 因为癌症不一定是肿瘤, 肿瘤也不一定是癌症。 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肿瘤分为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 良性肿瘤绝大多数不会恶变, 生长也比较缓慢, 对人的肌体影响较小, 而恶性肿瘤就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癌症了。 一般来说, 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的比例是9比1, 所以临床上发现的大多数肿瘤都是良性的, 大家千万不要一听到肿瘤二字, 就被吓到半死啊。 另外, 绝大多数癌症都是以恶性肿瘤的形态存在的, 但也有一类癌症例外, 那就是血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血病。 因此, 准确地说, 癌症包括恶性肿瘤和血液癌症, 而良性肿瘤并不属于癌症。 理解了癌症的定义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导致癌症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 据统计, 2019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7.3岁, 这个数字与1990年的68.5岁相比, 提高了将近10岁, 但与此同时, 每年患癌症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李志忠告诉我们, 现在中国每年新诊断的癌症患者数目已经超过了400万, 因癌症去世的人超过280万。 听到这里, 也许你会觉得, 既然中国有这么多癌症患者, 那我们的癌症发病率在世界排名一定很靠前吧? 不, 你错了, 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仅仅排在全世界的70名左右。 当前全世界癌症发病率最高的20个国家, 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欧美发达国家, 例如丹麦, 法国, 美国, 荷兰等。 为什么生活水平越好的地区癌症发病率反而越高呢? 难道癌症真的是一种富贵病吗?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导致癌症发生的最重要因素不是污染, 不是抽烟, 更不是饮食, 而是人的年龄。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肿瘤年报显示, 无论男女一到40岁之后, 癌症发病率就会成指数增长, 你65岁时患癌的概率将会是20岁时的50倍。 换句话说, 只要你活得足够久, 那么你得癌症的概率就会足够大。 而且绝大多数癌症, 例如肺癌、肝癌、胃癌、直肠癌等, 都是典型的老年病, 年轻人几乎不会患上这些癌症。 因此, 生活质量越高, 人均寿命越长的国家, 癌症发病率反而会越大, 这是无法改变的。 但为什么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患癌呢? 这就要从导致癌症的根本原因, 基因突变说起了。 在每个人体内都有2万多个基因, 其中和癌症有直接关系的有100多个。 在这些致癌基因中, 如果有一个或者几个发生突变, 那么癌症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 理智中告诉我们, 每一次细胞分裂都会伴随着基因突变, 但绝大多数突变的基因不是致癌基因, 不会导致癌症。 而且, 人体的免疫系统也会清除一部分癌变的细胞, 因此单次细胞分裂导致癌症发生的概率并不大。 但我们知道, 人体内的细胞每天都会大量更新, 因此, 一个人的年龄越大, 体内细胞分裂的总次数就越多, 致癌基因发生突变的概率当然就会大大提高了。 再加上随着年龄增大, 免疫系统清除癌细胞的能力也会变弱, 这样一来, 老年人患癌的概率就远高于年轻人了。 在中国, 癌症并不是夺走生命最多的疾病, 但它却是最让人感到恐惧的疾病, 就连医学专家也认为, 癌症甚至比艾滋病更难彻底攻克。 这是为什么呢? 在理智中看来, 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 癌症是一种内原性疾病, 癌细胞来自患者自己。 如果要治疗细菌感染这样的外原性疾病, 我们可以使用大量抗生素, 在彻底杀死入侵人体的细菌时, 也不会对患者的身体造成损伤。 但癌细胞是患者身体的一部分, 医生在清除体内的癌细胞时, 都会不可避免地对正常细胞造成损害。 因此, 无论是化疗还是放疗, 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治疗方式, 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 对患者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其次, 癌症不是一种单一疾病, 而是几千几万种疾病的组合。 理智中在书中告诉我们,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也没有两粒完全相同的癌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前面我们说过, 癌症是由基因突变造成的, 每个癌症患者身上发生突变的基因数量, 都多达成百上千个, 而且每个人身上突变的基因组合都各不相同, 因此, 每一粒癌症都和其他癌症不完全相同, 这就给治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最后, 癌症可以很快产生抗药性。 我们知道, 抗生素可以杀死细菌, 但也有一些细菌会产生抗药性, 变成超级细菌。 为了杀死这些细菌, 我们只能不断研发更强效的抗生素。 同样, 针对各种抗癌药物, 癌细胞也会不断突变, 从而产生抗药性, 让化疗失去效果。 更可怕的是, 癌细胞产生抗药性的速度非常快, 甚至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能发生突变, 直到彻底失去控制, 进入癌症晚期。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对癌症有了初步的认识, 也明白了它确实是一种非常难以治愈的疾病, 但是, 面对可怕的癌症, 我们必须要坚信科学, 千万不要轻信谣言。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第二个重点, 关于癌症, 这些谣言你中招了吗? 比起疾病, 更可怕的是谣言和恐慌, 而癌症又是谣言的一个重在区。 我们经常会在朋友圈里看到各种关于癌症的传言, 今天说转经食物会导致癌症, 明天说抗氧化剂可以预防癌症, 后天又说酸性体质的人更容易得癌症。 理智中认为, 一切恐慌都源于未知, 要想正确认识和面对癌症, 就要先用科学的观点, 把那些关于癌症的谣言逐一击破。 就拿生活中最常见的辐射来说吧, 相信大家都听过辐射能致癌的说法, 但所有类型的辐射都有致癌的可能吗? 网上流传的手机致癌, 微波炉致癌, WiFi致癌等说法, 究竟有科学依据吗? 前面我们说过, 导致癌症发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基因突变, 因此要判断辐射能否导致癌症, 就要看这种辐射能否引发基因突变。 理智中告诉我们, 辐射可以分为两大类, 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 其中电离辐射的能量较高, 可以导致基因突变, 因此有致癌的风险, 而非电离辐射的能量较低, 不足以引起基因突变, 也就不存在致癌的风险了。 像手机, 微波炉, WiFi等常见的家用电器, 都属于非电离辐射, 从理论上来讲, 它们导致癌症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为了让这个结论更有说服力, 科学家还用了两种研究方法, 以证明这些家用电器产生的辐射, 对人体是安全的。 第一种方法叫做流行病学研究法, 也就是将高风险人群和普通人患癌症的比例进行对比, 看看患癌比例是否有明显区别。 例如, 为了研究手机信号发射塔是否致癌, 科学家将建设信号发射塔的工人和普通人的癌症发病率进行了比较。 研究发现, 两者之间的癌症发病率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说明, 手机信号发射塔几乎不存在致癌风险。 第二种方法叫做实验式动物模拟法, 也就是给实验动物大量使用某种因素, 看看是否会增加动物患癌的概率。 例如, 医学专家为了研究手机信号是否致癌, 把一个辐射最强的手机绑在老鼠身上, 全天保持通话状态。 看看老鼠患癌的概率会不会因此变大。 最终的实验数据表明, 手机辐射对于癌症发病率没有任何影响。 与其担心手机致癌, 倒不如担心开车玩手机追尾, 或者走路玩手机掉进下水道。 除了辐射致癌的谣言之外, 还有一个谣言是, 补点会造成甲状腺癌。 在过去, 甲状腺癌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癌症类型, 它属于妇人癌。 据统计, 目前发达国家的甲状腺癌发病率是万分之一点三, 而发展中国家的甲状腺癌发病率则是万分之零点四。 而从1970年到2014年, 短短的40年间, 中国甲状腺癌的发病率翻了很多倍。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一些人认为, 近年来中国甲状腺癌发病率上升, 与过度补点有关。 他们认为, 点和甲状腺的功能非常密切, 既然缺点会导致甲状腺功能不足, 那补点过度是不是就会导致甲状腺增生乃至发生癌变呢? 现在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能表明点摄入过量和甲状腺癌发病率之间的关系。 医学专家们认为, 和甲状腺癌相关的因素只有两个。 一是, 儿童时期曾受过辐射。 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泄露后, 周围地区很多幸存下来的儿童成年后都得了甲状腺癌。 另外, 有些儿童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接受高剂量的放疗。 多年之后啊, 这些孩子罹患甲状腺癌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高很多。 虽然X光和CT检查的辐射量较小, 但理智中认为, 为了安全起见, 儿童应该尽可能少接受这类放射性检测。 如果必须进行, 应该使用不影响检测结果的最低剂量。 二是, 遗传因素。 甲状腺癌一共有四个亚型, 其中有一个叫做随样癌的亚重, 比较少见而且恶性程度较高。 据统计, 在所有患甲状腺随样癌的患者中, 大约有超过50%的人, 是因为一段叫做RET的基因发生突变导致的。 而这种基因是否会发生突变,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遗传因素决定的。 另外, 有研究表明, 缺点反而会增加罹患甲状腺癌的风险。 例如, 在中亚、中非等缺点地区, 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明显比沿海地区更高。 因此,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担心患上甲状腺癌, 而特意购买不含点的盐, 以及不吃海带等富含点元素的食物, 这样反而可能对健康不利。 最后, 让我们来聊一聊, 国内如今非常热门的防癌体检, 究竟靠不靠谱?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增高, 各种听起来非常高大上的防癌体检套餐也应运而生了。 什么肿瘤标记物, PETCT, 精测序等等, 一个比一个贵, 动辄高达上万元。 但这种防癌体检真的像宣传的那样有效吗? 李志忠认为, 无论是PETCT还是肿瘤标记物, 对于已经患上癌症的人群和极少数超高危人群来说, 确实有很大的价值, 这些无创检查能帮助他们监控癌症进程。 然而, 用这些防癌体检给健康人做筛查, 效果并不理想。 就拿价格最贵的PETCT来说吧, 它的主要价值是用来监控局部癌症患者的确诊和复发, 美国权威医疗机构明确反对使用这种技术给健康人体检。 一来, 这种技术有很高的假阴性和假阳性概率, 像膀胱癌、前列腺癌等常见癌症, PETCT技术是无法检测出来的。 反之, 人体内的炎症、结核等良性病变很容易被误诊为癌症, 导致过度治疗。 因此, 这种技术对于发现早期癌症几乎没有价值。 二来, PETCT是一种带较强放射性的检查方式, 它本身就是一种致癌因素。 做一次PETCT就相当于在海边晒十年太阳, 还不涂防晒霜, 因此, 普通人根本就不应该接受这种防癌体检。 如果真的每年来上一次, 那恐怕原本没有癌症, 也会折腾出癌症来。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关于癌症的几个谣言, 那么, 现代医学在癌症治疗方面究竟取得了哪些突破? 在未来, 我们真的可以把癌症变成一种可控的慢性病, 从而能与癌共物, 带着癌症继续高质量生存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重点, 为了战胜癌症, 人类做出了哪些努力? 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 医生们从来没有放弃希望, 一直在和癌症进行着殊死搏斗。 由于癌细胞具有很强的抗药性和变异性, 因此, 距离彻底征服癌症, 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在这场艰难的战斗中, 人类也并非毫无进展。 到目前为止, 医学专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很多过去无法治疗, 很快就会痛苦死去的癌症患者, 现在经过治疗后, 都能继续高质量地生活很多年, 旁人甚至完全看不出他身患癌症。 那么在抗癌之路上, 人类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 在未来, 我们是否有希望彻底征服癌症呢? 李志忠告诉我们, 医学专家们在对癌症进行研究时, 对这种疾病的认知 先后发生了三次巨大的改变。 最初, 人们发现癌细胞的本质是一种 能够无限增值快速分裂的细胞。 随后, 当精英检测技术出现以后, 人们发现导致癌症的根本原因是 基因突变。 最后呢, 医生们又找到癌细胞的另一个特性, 那就是它能逃过人体免疫系统的监管。 针对这三点认知, 我们用来治疗癌症的药物 也发生了三次巨大的革命。 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940年前后, 人们针对癌细胞失控生长的特性, 使用具有细胞毒性的药物注入患者体内, 以杀死这些快速生长的癌细胞。 目前绝大多数临床使用的化疗药物都属于这一类。 化疗药物可以杀死快速分裂的癌细胞, 因此对治疗癌症有不错的效果。 然而化疗药物不能区分正常细胞和癌细胞, 因此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 化疗药物也会杀死人体内的正常细胞, 对人体造成严重的伤害, 是一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治疗方式。 因此在进行化疗时, 医生必须严格控制药物的剂量, 用得少了就不能起到杀死癌细胞的作用, 用得多了就会对患者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甚至导致患者死亡。 由此看来,化疗是一把双刃剑, 稍有不慎就会反噬人类自己。 第二次革命发生在本世纪初期, 人们针对产生突变的治癌基因发明了靶向疗法。 由于很多治癌基因仅在癌细胞里存在, 于是医学专家开发出许多专门针对 并抑制治癌基因的药物, 用来杀死癌细胞。 从理论上来讲, 这类药物可以选择性的杀死癌细胞, 而不会对正常细胞造成任何影响。 因此,患者可以接受较高剂量的药物治疗, 而不用担心严重的副作用, 对癌症的治疗效果远比普通的化疗手段更好。 世界上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靶向药物, 就是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面提到的神药格列味。 这种药物专门用于治疗某种慢性白血病, 它的出现让这类患者的五年存活率从30%一跃达到89%, 效果之好可见一斑。 目前全球各大药厂都在积极开发新的靶向药物, 这也是癌症患者的一大福音。 第三次革命就是最近几年里, 医学专家针对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开发出来的免疫疗法。 这种治疗手段与化疗和靶向治疗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 免疫疗法针对的不是癌细胞,而是免疫细胞。 以往,医生们在治疗癌症的思路就是彻底清除患者体内的癌细胞, 但由于癌细胞具有很强的抗药性和突变性, 想彻底杀死它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于是,有的医生就开始转换思路, 既然癌细胞很难靠外力杀死, 那能不能让人体的免疫系统去杀死它们呢? 举这个思路,免疫疗法就应运而生了。 免疫疗法与传统疗法的方式相比有巨大的优越性, 它的目标是激活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 让免疫系统去清除癌细胞。 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免疫疗法可以治疗多种癌症, 而且免疫系统的强大还能抑制癌细胞产生抗药性, 降低癌症的复发率。 当然了,除了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之外, 医学专家们还研发出了许多抗癌的新武器, 例如质子治疗和CART疗法。 就拿CART疗法来说吧, 这也是一种免疫疗法, 不过它不是一种药物, 而是一种针对细胞的新型治疗方法。 首先, 医生从患者身上分离出免疫T细胞, 然后利用精英工程给T细胞加入一个 能迅速识别癌细胞并将其杀死的抗体。 于是这个普通的T细胞就变成了高大上的CART细胞。 接着, 将这个CART细胞放到培养民里, 让它大量扩增, 达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数量。 最后, 将扩增好的CART细胞输回患者体内, 让它们向癌细胞发起攻击, 直到彻底消灭癌细胞。 2012年, 美国有个名叫Emily的小女孩, 她不幸患上了一种罕见的儿童白血病。 在接受了多次化疗之后, 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 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 这时候, 有人推荐她去接受了一种全新的, 还没有人尝试过的疗法, 也就是CART免疫疗法。 而Emily就是第一个尝试这种疗法的小孩。 和她同时接受治疗的, 还有其他29位病入膏肓的白血病患者, 他们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 抓住了CART这根救命稻草。 治疗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这30位已经被医生宣判死刑的白血病患者中, 有27位患者体内的癌细胞经过治疗后, 已经完全消失。 半年后再次复查, 体内也没有发现新的癌细胞。 如今8年过去了, 当年8岁的Emily已经是一个16岁的少女了, 她的体内依然没有癌细胞。 这是人类在抗癌之路上迈出的一大步。 李之中认为, 像Emily这样的孩子, 如果放在10年之前, 那基本上是无药可救的。 但现在随着CART疗法和其他先进治疗手段的发现, 很大一部分癌症患者都能继续存活, 这无疑是一场革命性的突破。 因此, 我们不该轻易放弃希望, 应该坚信战胜癌症的曙光就在不远处。 说到这里呢, 今天的内容就为你分享的差不多了,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个重点是, 恶性肿瘤和血液癌症都属于癌症。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细胞分裂的总次数不断增加, 致癌基因发生突变的概率大大提高, 而免疫系统清除癌细胞的能力也会变弱, 因此, 癌症的发病率会随着年龄呈指数增加。 而且, 癌症既是一种内源性疾病, 又是多种疾病的组合, 再加上癌细胞很快就能产生抗药性, 这些因素让癌症治疗成为一件棘手的事情。 第二个重点是, 比起疾病, 更可怕的是谣言和恐慌。 因此, 要想正确认识和面对癌症, 就要先用科学的观点, 把那些关于癌症的谣言逐一击破。 李志忠在书中为我们揭示了几个常见的谣言的真相, 例如, 手机、微波炉、WiFi等常见的家用电器是没有致癌风险的, 补点过量不会增加甲状腺癌的风险, 但缺点反而有可能导致甲状腺癌。 防癌体检的效果并没有那么理想, 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 普通人完全没有必要进行防癌体检。 第三个重点是, 我们在抗癌道路上先后经历了三次巨大的革命。 第一次是用化疗药物杀死快速分裂的癌细胞, 第二次是用靶向药物针对性的攻击癌细胞, 第三次是通过免疫疗法激活人体的免疫系统, 从而清除体内的癌细胞。 另外, 一些最新的抗癌手段, 例如CART疗法, 已经能取得非常理想的治疗效果了。 因此, 面对癌症时, 不要灰心放弃, 只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配合医生治疗, 就能有效地延长生命, 甚至与癌共物。 有效地延长生命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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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